诶 这个飞飞猪今天有点乖啊 趴在这干嘛呢 让我们招招它 瞅我 诶 这个爪子前面怎么一头便便啊 好恶心哦 而且你这个嘴怎么了呀 怎么一条缝啊 还有有点干是不是 太干燥了 跑了 哈喽 大家好 这是天使鸭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可爱的西飞猪猪 这是我养的一只已经三岁的小肥腿 它现在正在水里欢拖得像只兔子一样停不下来 这是一大清早拍到的它 正趴在一只黄耳的背上悠闲的晒背 黄耳这时候说了 嘿哥们 你知道你有点沉吗 压得我脖子都酸了 飞猪这手小手一颤说 嘘 别说话 保持微笑 你看 妈正在给咱拍照呢 确实 它这两个痘痘眼加上肥嘟嘟的爪子实在太强劲了 总让人觉得它不是一只龟像某种食物 说着说着我仿佛从它这智慧的眼神中看出了一丝不屑 估计飞猪心里想了 哎呀 这大早上起来的人家还没睡醒呢 脸还有点肿 你这镜头怼个大脸这么近 这样拍出来会显脸胖的 那咱们商量一下 等会给你加个餐 飞猪转念一想 嗯 听起来不错 全叫 说完就进到缸里跟小伙伴们开心的吃了起来 哎哎哎 你们不要打架呀 快让我把这口吃掉 好家伙 飞飞猪这深渊大口一口吃了一勺两 当然小伙伴们也都是不甘示弱的 这个缸里可住的都是大胃王呢 吃饭这么开心的事情规规最喜欢了 小伙伴们肯定不知道 这顿饭是用飞飞猪的盛世美颜罩换来的 好啦 今儿就先到这儿了 记得关注我哦 我是天使雅 咱们下期见 拜拜